相信大家曾經在網上都看過外國不少許許如生的3D畫 現在香港人終於也能親身體會3D畫的樂趣 全港第一個3D美術館3D奇幻世界前幾天舉辦開幕典禮 場內的四個主題館分別展出70多幅錯視3D畫 美術館副營運眾監盧俊銘說 他們特地邀請內地一個團隊專門製作這批3D畫 希望能夠有獨一無二的3D藝術館 其實我們有畫的著作權 因為在設計畫上我們跟它接合 我們給它一個想法 我們需要畫這幅維港金龍 這幅畫譬如青馬大橋怎樣去玩 我們有畫的著作權 我們不需要畫給它 因為我們需要得到 我們的館其實都尊重獨特性 例如你看到現在韓國、日本或者泰國那些 有些畫可能是一樣的 但我們這裡就有獨特性 所以這些畫是我們有自己的著作權 而提起3D錯視藝術 不少人都會先想到韓國的Tricky Ice Museum 盧俊銘說 創辦的理念的確是來自韓國 他希望能夠一個地方可以娛樂大眾之餘 亦都能夠在參觀之後 有一些東西帶走 我們希望多一個好玩的地方 比如香港人或者有去做 因為香港現在坦白說 不同的商場去不同的地方的商場 都是一模一樣 或者景點上都比較特別 香港的景色比較多 那真是可以推動到 一幅地方有些畫作 或者有人展品和人有互動的話 相信少 亦都發揮不到現在 例如我們現在年輕一代的創意 例如一幅畫 可能我和你去玩的話 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故事 場裏面有分不同的展區 最特別的 就沒有過於專屬於香港的現代香港 和重現香港的展區 不過3D畫的拍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有在特定的角度 才能夠拍出最大程度的3D感 有信心的人可以去挑戰一下 這次會不會讓你去看 為你去看 成績的分別 不應該是一件事 你在那裡 你 你可以來看